才能够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 使得大家都能够心情舒畅 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的科学发展 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断推向前进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怎么样现在要合理地统筹这样的一些利益关系 那么统筹兼顾的第三层意思 就是要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国家 现在这个发展已经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了 我们现在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来发展我们国家 就是必须树立世界眼光 加强战略思维 善意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 把握发展机遇 应对风险挑战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那么这些就需要我们能够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发展大局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统筹兼顾 它所包含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内容 那么作为我们广大的铁路的党员来讲 我们在从事实际工作的时候 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 我们着重要把握统筹兼顾这样一些思想方法里面的 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思想观点 那么这个思想观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树立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在这个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避免认识上的主观性 片面性 孤立性和单一性 要能够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就是把握这种全面性完整性 在处理工作问题的时候呢 要避免单打一 坚持两点论原则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法 一方面要统筹兼顾 另一方面又能够抓住重点问题 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好 一方面要有重点 另一方面又要做到统筹兼顾 这样的一些思想方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学发展观的 它的基本内涵这四句话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就把第二个大问题呢 就结束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点内容 那么主要呢 就是这四句话 把握了这四句话 就把它的基本内容就把握住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呢就来谈第三个大问题 就是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推动铁路又好又快发展 那么这个大问题里面呢 也准备讲三点 第一点 十六大以来 铁路改革发展的思路 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路 铁路改革发展的实践 就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 部党组对实现铁路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进行了深入的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从以快速扩充铁路运输能力 快速提升铁路技术装备水平为主线的加快发展 到以运能充足 到以运能充足装备先进安全可靠管理科学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 服务优质 内部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和谐铁路建设 再到实现铁路的加快发展 创新发展 急约发展 安全发展和全面发展 铁路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目标越来越明确 步伐越来越坚实 而贯穿其中的主线 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十六大以来的六年间 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 全路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那么这一个时期呢 是我国铁路建设历史上规模最大 技术标准最高 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我国铁路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成果最为丰厚 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改革力度最大 实现重大突破 效果十分显著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挖钱 扩能力度最大 客户运量和运输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我国铁路 对经济社会服务保障能力大幅度增强 社会效益显著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重视民生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进一步形成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铁路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 总之 这个时期是中国铁路历史上 发展速度最开 发展质量最好 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必将在中国铁路的发展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十六大以来 铁路改革发展的历程 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归结起来 最基本的经验就是 全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从事情 国情和路情出发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铁路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做好铁路各项工作 必须继续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落实不党组的各项战略部署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大众化交通工具 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以及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的期待 迫切要求铁路加快发展 尽快解决平静制约问题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迫切要求铁路充分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连接区域沟通城乡 实现人变骑行 或畅骑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迫切要求铁路更加充分地发挥节约能源和资源 有利环保的优势 以人为本 迫切要求铁路不断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积极营造和谐的内部环境 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 总之铁路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铁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 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铁路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部党组明确提出了 到2012年 我国铁路将发生历史性变化 发达完善铁路网 出具规模 铁路平静制约状况 基本消除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 是一个中国铁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是一个全国人民热切期盼的目标 实现好这一目标 最重要的就是继续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同龄铁路各项工作 坚定不移的推进铁路加快发展 创新发展 急约发展 安全发展和全面发展 那么首先呢 就是要推进铁路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 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明确要求 是解决铁路主要矛盾的根本出路 是实现铁路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之举 因此加快发展充分体现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要求 实现加快发展 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机遇意识 倍加珍惜难得的黄金机遇期 不仅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落实好加快铁路发展的各项任务 而且要千方百计的维护 当前有利于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 实现铁路加快发展 必须强化责任意识 要充分认识到铁路在经济社会中 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不仅关系铁路自身 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切实承担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再次是推进铁路创新发展 创新是加快铁路发展的核心 无论是搞好铁路建设 实现技术装备现代化 提高铁路发展质量 还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铁路管理体制 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那么实现创新发展 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创新发展 那么首先就是创新发展 要求我们必须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坚持和发展几年来 在实践中形成的 具有中国铁路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那么这个创新之路呢 就是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以掌握先进的核心技术为重点 全面提升我国铁路的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起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创新发展就必须加大铁路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力度 继续推进基础性改革 完善铁路局直接管理战断体制 优化运输生产力布局和领导组织 深化主府分离 府业改制 构建运输主业和府业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的格局 那么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 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加快实施人才战略 培养一大批素质高能力强的领导干部 技术专家 技术管理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推进铁路创新发展 那么再次呢就是推进铁路急约发展 急约发展就是通过深化推进 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加强铁路经营管理 提高铁路发展质量 今年呢受到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 铁路经营遇到了十分严峻的形势 那么这就使加强铁路急约发展具有了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现急约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推进内涵扩大再生产 大力提高路网整体运输能力 不断推进优化调度指挥 创新运输组织方式 把既有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进一步深化对机车车辆资源的整合 提高使用效率 千方百计的增运增收 实现急约发展 必须搭理加强铁路经营管理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从源头上防止和解决 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等等问题 千方百计的节约节支 狠抓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落实 切实加强资金监管 健全资金内控制度 确保资金安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急约发展 那么下面呢 我们谈一下推进铁路 安全化的交通工具 是公共安全的重点部位 确保安全生产 是我们第一位的责任 是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铁路赢得良好发展环境的首要条件 没有安全生产 什么发展也谈不上 所以呢 实现安全发展 关键呢 是要抓好高速条件下的运输安全 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头等大使来抓 着力建设 全覆盖 高可靠 立体化的提速和高速铁路安全保障体系 确保高速条件下运输的绝对安全 那么安全发展 必须坚定